南方航空一架有广州飞往曼谷客机 怀疑有火警 3号下午2点10分 紧急迫架海南岛三亚机场 距伤有旅客受伤 三亚机场要暂停航班升降 清空跑道疏散乘客 大陆媒体报道 江西省南风县知名企业 江西泰纳南风秘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全龙 在当地吸收民间融资 人民币1.63亿元 在北京还吸收了5000万元的资金 涉案总额达到2亿多元人民币 目前已经失联 今年以来 大陆20个省份遭遇暴雨洪涝灾害 导致108元死亡失踪21元 暴雨洪水强度为历年罕见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353亿元 专家预估 今年长江获现流域性洪水 中国官方除了会对部分政治敏感词 进行网路监控外 现在连网路用语也要进行进化 有香港媒体报道 中国当局近期下令封杀14个网路流行语 连草弥马可能都会受到禁用 新航改参电视总理报道 新航改参电视总理报道